台湾南北温差大,今年初学测的时候,高雄就出现30度高温,考场却不能开冷气的情况。 南部多所学校的高中生昨天发起联署活动,呼吁大考中心授权监考人员,依照各地温度条件,决定是否开放冷气。 而大考中心表示,已经研议相关备案,明年学测考试前会公布。 包含高雄女中学内,南部多校高中生站出来,要全国教师、学生及家长一起参与联署,让南部考生别再因全国考场统一开放冷气,这种假期头式的平等,影响权益,忽视南部温度较高,学生恐得 在闷热环境中意识。 我们必须南部顶着28度到30度的高温,在应庭考场里面,然后门窗都是关紧,关上,并没有任何空气流通,但是我们看到北部的情况,他们却有的可能像是23、24,这样比较符合人体舒适作达的温度。 去年他是有到29度30度的高温,在高雄的部分,那这样子他还是坚持不开放冷气,其实讲真的,在北部的人血舒舒服服,在南部, 的人血汗牛甲背,但其实对考生是非常不公平的。 活动发起人说,台湾南北温差大,南部冬天有时候中午还有28度到30度,不开冷气,加上关窗相当闷热, 却得考量全国公平性,不能开冷气,对南部考生不公平。 学生认为现行考场冷气开放是参考季节,而非参考温度,但南北温差出现的不对,等考场环境不该由学生承担,呼吁授权给监考人员一客观温度条件决定开放冷气与否,预计连数一万份送交大考中心参考。 大考中心表示,以研议相关备案明年学测考试前会公布。 记者王小婷,陈显坤,高雄报道。